第2111集 前世今生 一幻阵 四个人缓缓躲步 在那条蜿蜒小路上行走着 并没有施展任何修为 予以加速 就只是如寻常人一般 饭后散步 如此的走了很久 红衣人烈火的故事 让四个人的心情都很压抑 很沉重 但无形之中 却也似乎解开了一些什么 他真的就叫烈火吗 墨清武沉思地问道 傻瓜 楚阳宠溺地揉了揉墨清武的绣发 与秀秀这个名字 或者可能是真的 但烈火什么的 却肯定是假名字 吴倩倩轻声叹息道 他只是在说 自己这一生 自始至终 都是把自己 就像放在烈火上焚烧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灼红衣 明烈火 这是一种永生永世 都无法消除的痛苦记忆 难道他深爱的那个羽秀秀 就真的相信他 对他只是兄妹之情 然后再也不管不问 骗人骗己吗 墨清武皱眉 有些不愤 这个女子 未免也太绝情了 吴倩倩苦笑道 傻妹妹 若是你从小就有未婚夫 还要对你情深如海 但你长大了 却喜欢楚阳 在这个时候 你那位未婚夫说 其实我一直拿你当妹妹 就算你明知道这是假话 但你会不会拆穿呢 会不会因为他的体贴 因为他一直无怨无悔的付出 就放弃楚阳 再跟他在一起呢 墨清武决然摇头 那自然是不可以 说到一半 突然醒悟 那不就结了吗 人同此心 情同此理 尽都如此啊 吴倩倩苦笑着 既然你不能给他想要的 那你还能给他什么 当真拆穿了这个温馨的谎话 面对的 就是双方都尴尬欲死的 难堪境地了 或者大家不再是朋友 而是敌人了 这个时候的装糊涂 才是最合适的选择 纵然在外人看来 是你绝情 却也只好如此 因为只有这样 才是对彼此最大的体谅 和最大的保护与尊敬呢 对方已经为你做出了太多太多 你背负一个绝情的骂名 只是受一点点委屈 又算得了什么呢 吴倩倩常常叹息 虽然是如此的苦涩 人世间最难的 就是这种必须放手 却又舍不得的爱情啊 莫青武叹了一口气 也沉默下来 路虽长 但迟早会有走到尽头的那一刻 眼看着前方突然出现的星光闪烁的大门 楚阳温柔地转过头来 看着莫青武 青武 看来下一关就要靠你的了 莫青武点点头 头上的蝴蝶结展翅欲飞 目光闪闪 我一定会闯过去的 楚阳也点点头 看着那似乎是星光璀璨的大门 充满了梦幻迷离的色彩 心中 不自禁地突然有些担心 第三关 终于到了 就在眼前 只要过去了这一关 就能知道此行的谜底 到底是什么 但这一关 无疑也是最大的考验 一旦错失 一搞终结 之前的所有努力 尽负流水 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了 而且是针对莫青武 针对九节之一 楚阳能预感到 这一关的难度 只怕会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代表最后一道考验的 星光闪烁大门 顶天立地 仿如能够直通天阙一般 充满了迷离奇幻的色彩 而这种梦幻一般的奇幻迷离 看在楚阳和铁补天 乌倩倩三女眼中 反而是一种难言的压力 这充满了梦幻的压力 让他们都有些担心起来 而正要面对 这一关考验的莫青武 原本监狱的眼神 却突然间有些珍重了 面对无尽星光 米丽梦幻 让他不禁想起了自己的 星梦青武刀 一念激动 他的眼神在这一刻 突然间变得柔情似水 充满了梦幻的甜蜜 原本有些压抑 混乱的思绪 竟然逐渐地归拢 清晰 再负清明 不同于楚阳的两世为人 心念如一 莫青武 却是将前世今生的重合于一 在一起的时候 莫青武自身 时常萦绕着一种 精神错乱的氛围 有时候 自己正在做着一些事情 但思想上 却很明显地 有一种抽离的特异感觉 似乎 明年中尚存在着 另一个自己 在一旁静静地注视着 现在的自己 做这些事情 神情平静 无悲无喜 这种 总是被另一个人 在旁窥死的状态 让莫青武很苦恼 纵然那个人也是自己 是另一个自己 也不行 但现在 突然出现的 星光梦幻迷离大门 却让他的思想 全部集中在了这一世 铁云城 那是今生初见楚洋之时 第一次见到楚洋 他紧紧地抱着自己 那么地紧张 仿佛在拥抱 永远不想放下的瑰宝 而自己 却没有感觉到 任何的疏离 就只有难以言语的安全 虽然在那之前 从未与之见过面 却莫名地 就是感到安全可靠 他那么大的人 却全心全意地 陪自己玩耍 给自己讲故事 为了能够确保 故事新颖 每一天都去搜寻 很多很多的故事书 而且还要是专门 为小孩子讲故事的那种 在别人眼中 看起来比较幼稚的书籍 一位位高权重 总览全局的楚言望 居然天天在看那种书 还要看得无限投入 傻笑连连 在别人眼中 他的作为 定然是很可笑 很荒谬的吧 但莫清武此刻回想起来 却能够感到由衷的 至极的幸福 难以磨灭 一个这样的人 能够为了自己 一个初识的 一个小丫头 不顾任何颜念地 去做所有自己喜欢的事情 作为一个女子 这一生 能够遇到这样的一个人 夫妇何求 那时的自己 还不知道 令自己从出生起 就荣宠至极的三一脉 已经被废掉了 但他却是清楚的 他除了想尽办法 为自己疗伤 哄自己高兴之外 更刻意地 为自己回归家族 能够保持地位 而做出努力 送给了自己 一生中最珍贵的礼物 星梦清武刀 那口刀 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 保护自己的信物 用一个别人所不知道的 完全杜撰而出的 绝世强者的名义 因为那时的楚阳 还不具备 为自己撑腰的强大实力 只能采用这种 迂回的方式 虽然 在自己回去之后 楚阳苦心安排下的 这一切 并没有起作用 甚至连星梦清武刀 也被抢走了 但却没有人知道 那个人 那口刀 那只刀鞘 给自己带来的慰藉 那是完全的绝望之中 唯一还能够抓住的 救命稻草 就是那把破烂的刀鞘 黑着自己 度过那段最黑暗 最苦难的日子 时时刻刻告诉自己 这个世界上 还有人在关心我 还有人在想我 爱我 牵挂我 保护我 守护我 墨清武 神情郑重地站着 一念即起 不断地回想起 前世自己 完全一无所依 一无所靠的 惨淡情景 而今生 却是何等的幸福 在那之后 还是为了保护自己 楚阳特意安排了 孤独行 季默 罗克迪 董乌商这些人 在回到中三田之后 特意地去看望自己 为自己造势 为自己挽回 失去的尊荣 一波波地前来 一波波地去 这些个未解 对一个 已经身处绝望 穷途末路的 小女孩来说 那是多么有力的 精神支撑啊 终于在中三天 再度见到了她 墨清武嘴角 带着温柔的微笑 陷入了往事的 回忆之中 微风轻轻掠起 她的乌黑长发 在额前 徐徐飘动 她整个人 就像是安静的仙子 在静静地回忆 追忆 直到有人奇怪地 开口发问 你 你就是闯关人吗 一声惊问 穷清武 默然从回忆中惊醒 缓缓睁开眼睛 望向自己面前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多了一个白衣人 这个白衣人 明明脚踏实地 清晰明白地站在这里 但她整个人 却给人一种 充满如梦如幻 一般的不真实的感觉 转头看去 楚阳等三人 就在自己身后三丈之处 正一脸关切地 注视着自己 看到自己看过来 楚阳急忙露出一个 放心的微笑 傻样 莫清武居然忍不住 抿嘴一笑 心中偷骂一声 刹那间 心中充满了难言的甜蜜 转头正色说道 是的 我就是闯关之人 对面那白衣人 静静地看着她 面无表情地说道 这一阵 叫做前世今生 过关的条件 是闯过一个阵局 这个阵局是一个幻阵 需要分得清楚前世今生 才有破关的机会 否则 一旦灵台混沌 非但闯阵人将涌舵轮回 其余几人 也将永远停住在这里 身后的楚阳 听闻此言 突然间面色大变 眼中顿时出现了 难以言语的交集 做梦也想不到 这第三关的闯关要求 居然会是这样的 幻阵 亡命狐下幻阵的威力 楚阳可是曾经亲身领教过 纵然以他那等 绝世无匹的意志力 与刀山火海中 锻炼出的自控能力 也不可避免的中招 甚至险些拔不出来 而莫清武又是清楚的 记得前世的一切 怎么可能逃得出来这个幻阵呢 一旦闯关失利 自己等三人 被迫强留此地倒也罢了 莫清武可是要 永多轮回的 那岂非是 竟是选择了最不合适的人 闯最艰难的关卡 其实在这段时间里 楚阳一直对莫清武的状况 有些担心 莫清武自从前世纪已回归之后 一直都表现得有些奇怪 或许在别人眼中 是正常 全无异样的 可在楚阳眼中 却是大大的不对 因为楚阳感觉到 自己似乎随时都面对着 两个莫清武 一个是前世那个多愁善感 敏感温柔的莫清武 另一个 则是今生的天真无邪的 小姑娘莫清武 一个路途坎坷 一个却是近乎于一帆风顺 一个时事久不全 一个几乎称心如意 万事顺遂 两个极端相反的生存轨迹 而楚阳还能感觉出 另一件事来 这种情况 竟是连莫清武自己也无法控制 甚至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 唯有楚阳自己才明确的知道 什么时候自己面对的是 前世的莫清武 什么时候自己面对的是 今生的莫清武 如今 这个以前是今生为名末的幻阵 正是摆明了 针对莫清武的最大弱点下手 莫清武到底能不能撑得过去呢 第2111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